閃焦點來關心我國羽球好手戴茲穎 緊急下午迎來印尼羽球公開賽的冠軍賽 對戰中國選手王芷儀 雖然開局失手讓對方戰時領先 但緊接著一連拿下二三局 逆轉勝奪得冠軍 而這也是小戴在羽球生涯當中的第三座 印尼公開賽的冠軍獎盃 讓親朋好友都好開心 還放鞭炮慶祝 加油加油加油 隔著一幕加油打氣 我國羽球好手戴茲穎 在印尼羽球公開賽一路過關斬將 19號下午終於迎來冠軍賽 對上中國選手王芷儀 小戴親朋好友同巨甲中關賽 現場瀰漫緊張氣氛 第一局雙方比數接近 儘管小戴先奪局末點 仍是不敵攻勢 讓對手搶奪先機 緊接著第二局 小戴迅速調整狀態 開局就連奪11分 最後更以21比6拿下眾人喝彩 關鍵決勝局 小戴轉線多變打法 讓對手亂了節奏 連兩場逆轉奪冠 現場環神雷洞還在門口 放炮慶祝 其實小戴過往在印尼女球公開賽 就曾經獨冠過兩次 而這次精彩的逆轉勝 也讓他奪得第三座的冠軍獎盃 又符合我大家的期待 然後也順利拿到冠軍 很開心 這回對手王芷儀 有著171公分身高優勢 被稱作世界冠軍殺手 過往又從未對戰過濁時 令人緊張 但小戴臨危不亂的表現 讓爸爸驕傲給出滿分 這個印尼的場地 芷儀從小就在這裡比賽 加上今天的好手感 冠軍一定是100分的 由於賽後隔天 是戴芷儀28歲生日 這座冠軍獎盃 不但成了最佳勝